接下来我们看作业的作答题 我挑了一些能够放在Google form的 给大家做一下 OK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如图所示 一阳同学呢 他分别在将墨水滴入两个中 有不同温度的水杯 他发现到甲的那个扩散会比较慢 对吧 乙的这个应该是扩散比较快 所以这个答案是乙 原因是什么呢 当然乙的这个温度比较高 代表说温度高呢 他日运动比较激烈 所以他扩散会比较快 所以的答案是乙还有温度高 分子日运动呢 就会比较激烈 好再看下一题 若要将两个物体发生日传地 两个物体什么要不同 温度一定要不同 温度一定要不同 OK 然后呢用火 用火加热一根铁条 构成铁条的这个粒子的运动呢 就会加快 温度就会上升 所以粒子温度加快 运动加快 温度上升 如果我们将80 80C的铁条 放在100C的水 哪一个温度高 水温度高 对吧 所以呢这个日传地呢 应该是从水传到去铁条 然后呢铁条的温度呢 就会上升 水的温度呢 就会下降 因为它传了日量给铁嘛 它的温度就会下降 所以整个日量呢 应该是从水传到去铁条的 OK 铁的温度上升 水的温度下降 日量呢是从水传到铁条 OK 第四题 在中国唐代呢 有一个省油灯 我不是省油的灯 原来就是在讲这个 OK 省油灯有怎样省油法呢 它其实是这样子的 它发现到 油灯呢 是利用这个铜制的材料 它分成两层 他们发现到说 这个在油灯在加热的时候呢 油会受热 然后呢会蒸发很快 所以你不是烧掉那个油 你不是烧掉那个油 我要的是烧油 然后呢 让它可以转换成这个 热能跟光能 但是呢 你如果因为油的温度上升 蒸发掉的话呢 就会变成了一个浪费 我就是没有烧到它 它反而是直接变成了水 那个蒸气 所以怎么办呢 它就要让这个温度降温了 所以它的概念是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它就分成了两层 上面就放油 下面就放成水 上面的上层放油 呃 原因是因为普通的灯在燃烧的时候呢 日亮呢 就会通过辐射 为什么 因为光在这里嘛 就是直线的往下 这种情形呢 叫辐射 使到油会受热 加快那个蒸发 增加它的油耗 所以省油的灯呢 就会在下面呢 就放了水 来降低那个温度 什么 呃 怎样来降低油温呢 是 热量呢 是从油那边传给水 啊 来进行降温 所以这题是辐射 还有油传到给水 ok 当然它的题目还有啦 他就是问说 还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更加有效 更加有效呢 就是在上面这里 加一个盖子 让这个油没有办法折发 哇 Radiant ok 叫我们讲这个来干嘛 ok anyway 我们来再继续 看是非题 任何的物体的分子都在运动 即使该 该温度下降至零度C 这个度好像没有吸到 不好意思 我直接再改一下 零度C 是的 如果即使到零度C都好 那个温 那个 那个这个物体的分子呢 也是在运动的 呃 再加上零度C也是很少 所以这个是对的 ok 这个是对的 一个物体如果吸热的话 它的温度一定上升 你就要想到这个沸腾有没有 沸腾啊 融化啊 它在 它在这两个的过程啊 它因为它要break那个 呃 化学界 所以呢 它同时吸热呢 它吸热的时候呢 它温度其实也并没有上升 它在转换形态 ok 它是从水分 水转换成了水蒸气 转换形态 它在吸热 但是它并没有温度上升 所以 所以一个物体如果吸热的话呢 它温度不一定会上升的 ok Andotermic是代表这个吸热的反应 yes 吸热 对 吸热 我每次要想一下 Andotermic 还是Exotermic 是送出去 所以它是放热 ok 是 谢谢 ok 所以这个是错的 它是有可能是进行沸腾啊 或者是融化的时候啊 吸热的同时 温度并没有上升 所谓的日传地呢 其实是传地温度 错啦 我们是传 传地什么 传地日量 绝对不能传地温度的 这个是肯定错了 你看到传地温度就错了 所有的金属都是 热的良导体 所有的非金属都是不良 热的不良导体 这个 你看 我们几乎啦 基本上金属呢 几乎都是热的良导体 这个应该 应该可以算是对哦 也很难找到说金属 是热的不良导体 所以但是呢 你就想到说 是不是所有的非金属 都一定是热的不良导体呢 我能不能够找到特例呢 之前我好像有跟大家提过 只要能够导电呢 很多时候呢 它都会可以导热 所以还记得什么吗 烫是的 我们叫石墨 因为烫其实不是很好 石墨会比较确定一点 石墨它能够导电 Graphic Yes Graphic就是石墨 所以这个 我也过后呢 去查了一下 那个石墨的导电 导日的那个数据啊 也的确是 可以跟那个金属呢 就是一笔高下的 OK 所以这个 石墨的确 它的那个导日性呢 也是蛮高的 所以它就不可以叫做 热的不良导体了 所以我们只要找到一个非金属 是热的不良导体 这个所谓的所有就可以不公而过 OK 这题的答案呢 是解错的 OK 再下一个 即使钾所含的热量比乙来的少 钾也不一定从乙气 对 我们不是看热量多还是热量少 我们是看温度多还是温度少 所以这个呢 是对的 因为它讲不一定 不一定是对的 OK 太阳的热量呢 主要是通过对流和辐射 有对流吗 我们都没有气体在里面嘛 对不对 所以它其实主要是通过辐射而已 并没有通过对流 所以要注意了 它并没有对流的 OK 错了 保温的设备呢 是通常是减少 热传地来达到保温的效果 是的 你可以看到整个的保温屏的设计 截断那个辐射啦 又截断这个对流啦 截断传导 来达到保温效果 所以它叫保温屏 其实早期他们叫热水屏 过后我们就讲 嗯 叫热水屏 因为每一次都拿来装热水吧 对 每次都是拿来装热水 过后我们在想想下 其实我们只是截断那个温度 热传地嘛 所以理论上来讲 如果你里面穿冷水 它也是可以保住那个冷的 来保住那个温度的 所以更加恰当 应该就是保住温度的一个仪器嘛 所以它叫它保温屏 保温屏啊 所以过后呢 才讲到说 热水屏这名字不是很准确 比较准确的应该叫保温屏 所以这个呢是正确的 它都是截断了那些 尽可能减少那个热传地 来达到一个保温的效果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做乐的做答题